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当然他是在广州领事馆拿到了移民签证 然后全家来美国 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客户是通过这种渠道 那么这些人呢 因为此前没有在美国生活工作 是吧 然后移民直接过来呢 就有一个要选择说我是住在东海岸啊 还是西海岸啊 什么地方啊 对吧 那我在选择居住啊 购房啊 工作啊 生活啊 有什么要考虑的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简单说一下 我自己呢 是在1996年大学本科毕业以后 来到美国 到现在呢 已经快23年了 那我一直是住在华盛顿地区 感觉呢 是这一带比较好的 有一些优点 在美国首都 东海岸 纬度呢 和北京差不多 气候呢 也和北京接近 应该说稍微温和一些 更湿润一些 那么在这一带呢 叫大华府地区吧 华盛顿以及周边的马里兰州 弗吉尼亚州 号称呢 说有至少10万华人 生活在这里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一般来说呢 华人也都生活在美国的 大城市附近 尤其是过去几十年里 来到美国的这个专业人士 往往呢 住在一些大城市的郊区 为什么呢 我们一般来说呢 居住在美国各地 考虑的因素 有哪几个呢 有工作机会 是否好找工作 专业工作 适合自己的收入 等等 还有呢 那在生活方面 华人多不多 然后生活方面是否便利 还有呢 那当然一点重要的呢 就是学区 华人重视教育 对吧 这个学区是不是比较好 比如说呢 我们知道在华盛顿附近 学区还是比较好的 博士顿地区 学区比较好 新泽西 德州的一些地方 而像加州呢 虽然有很多比较好的大学 但是呢 其实有中小学学区呢 并不都是那么好 当然有一些很好的 竞争也很激烈了 那么还有呢 当然有的时候会考虑到治安因素 这个治安呢 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啊 有报道了 美国有这个那个案子了 但是呢 那美国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三亿人口 所以呢 这个平均下来 实际上呢 认为一般在郊区啊 很多地方呢 治安还是比较好的 不用太注意一些新闻 刻意渲染的事情 负面的报道 总体来说 这是治安这一点 那么还有呢 当然也的风景环境 美国有很多地方呢 还是风景优美 环境也很好 当然有的 有很多国家公园 当然对于有一些人 也许不用担心工作的 可以考虑说住在风景区 比如夏威夷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地方 那么像前面提到呢 学区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有一位朋友 现在住在夏威夷 一直很好 风景很美 但是孩子长大了一点 孩子要上学了 那会考虑到呢 那还是说要搬到 学区教育 更好的地方 给孩子更好的机会 还有呢 那有的人已经有亲友 在美国 是吧 那他也希望呢 可能说离亲友近一些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有的呢 考虑到生活的便利 一般来说呢 大城市附近 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比较多 要买各种产品 包括有亚洲特色 中国传统的食品啊 生活品 日用品 也比较方便 餐馆比较多 等等 像这些 所以呢 这个是一般大家的考虑因素 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后 大家一般实际住在哪里呢 也有一些政府发布的统计数字啊 信息啊 等等 根据我们的观察 感觉 了解 经验 一般来说呢 像前面说到 很多华人呢 住在大城市的郊区 像纽约 华盛顿 DC 然后呢 波士顿 洛杉矶 旧金山 湾区 硅谷 西雅图 还有呢 芝加哥 德州的一些城市 达拉斯 休斯顿 然后呢 这个亚特兰大 这个呢 一般是很多 这个美国的主要的城市 还有加州的 比如说 圣地亚哥 然后 北卡的三角区 像这些啊 等等 这个 像前面说到 一般呢 都是在科技 比较发达的地方 就业机会比较多的 这些地方 这个是 华人定居于多的地方 那么当然了 这个房价 也是一个考虑因素 那一般来说呢 美国的房价 比中国一线城市的呢 要低一些了 但是呢 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嘛 是吧 好学区 一般呢 也是住的人平均收入高一些 教育水平也好一些 治安也好一些 那么有的房子呢 要比如几十万美元 或者更高 但是呢 总体来说 应该说 比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子 绝对价格要低 那么如果考虑到房价 收入比呢 就更适合了 对吧 可能几年的收入 相对来说呢 就可以考虑买房 比在中国容易负担 那么其他的 当然也有的时候 大家经常根据工作的变动啊 会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但是呢 他前面提到大城市附近啊 一个优点嘛 那就可能机会比较多 像我和我的家人 在华盛顿地区已经住了二十多年 原来住在马里兰州 在马里兰大学上学 后来呢 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 也在马里兰州 后来呢 我和我的妻子呢 先后到弗吉尼亚就来工作 但是呢 也仍然是在大城市的郊区 所以呢 这个也有优点 那么具体呢 在本地搬了一些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就可以避免跨州的搬家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这些 大家考虑到这个考虑因素了 是吧 这几点 主要呢 还是工作机会和生活教育方面 那这个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考虑 这个我们过后呢 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具体介绍一些 在美国华人定居比较多的都会地区 他们的具体情况 好 谢谢大家